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皇帝包括了顺治还有梁皇五帝 都有宗教上浓厚的色彩 顺治皇帝留下来的遗诏当中更是充满了自责 有人怀疑是皇太后帮他杜撰的 但事实上顺治不止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他也曾经受到传教士汤若旺的影响 相当的喜欢天主教的教义 也形成了他世事感恩自我忏悔的性格 更要求在各种文书上不可以称自己为圣 相当的谦卑 看得出宗教带给他的正面影响 不过反观梁五帝沉迷佛教荒废国事 反而是为人民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其实现在佛法讲在城市里头修行 不一定要出家就是这样的道理 只要好好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不管是在家庭职场 时时保持善心帮助别人 不管你是一国之君还是世锦小民 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广结善缘 修得好结果 我是林依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历史风云渐往之来 请继续锁定热线追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论